大家都知道如果血糖值高于正常范围 那么就是高血糖了 血糖高对身体有很大危害 那怎么能知道血糖高不高呢 可以看看饭后的三个表现 若没有出现 说明血糖还算平稳 表现一饭后口渴 血糖高的人体内渗透压会增高 这时身体缺水就会感觉到口渴 若你饭后感觉非常口渴 就可能是血糖高了 表现二饭后容易困 如果你吃完饭后感觉很困 并且全身没劲不想动 这也是血糖高的表现 表现三饭后还容易饿 因为血糖过高 会让血糖没有被充分吸收和利用 这样就会让饿的速度很快 所以如果吃完饭你还感觉饿 也可能是血糖高了 那血糖高了该怎么办呢 建议大家可以喝点红豆一米嵌食茶 能帮助调节血糖健脾立湿 很适合调理身体哦 好了就落到这儿吧 大家还有什么想知道的